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 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需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立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 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杨八股和杨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扩清的目的。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地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地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 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地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的阵营。 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 而在五四时期,英勇的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程。 如果要从他的准备时期说起的话,那他就已经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物虚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好几个发展阶段。 今天的抗日战争是其发展的又一个新的阶段,也是最伟大,最生动,最活跃的一个阶段, 直至国外帝国主义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之时, 才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 从鸦片战争以来,各个革命发展阶段各有若干特点, 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体看来, 无疑不是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 这种民主革命是为了建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 即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 这个社会的前身是封建主义的社会, 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的社会。 若问一个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首先为了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而斗争, 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那答复是,走历史必有之路, 中国民主革命了完全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 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知识分子活进步的资产阶级, 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 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 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 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 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 要完成反地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今天, 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 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 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 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 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 大大的巩固和发展的时候,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 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 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 知识分子跟广大和更觉悟,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 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 而不在乎叫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 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 五四运动到现在已有了二十个周年, 抗日战争也快到两周年了, 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 我希望他们认识中国革命的兴致和动力, 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 到工农民众中去, 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全国民众奋起之日, 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全国青年们, 努力啊! 毛泽东, 五四运动,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558到560页,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 又是反封建的运动,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 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 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和彻底的不妥协的, 反封建主义, 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 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 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的呢, 德、澳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 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 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 德、澳、 一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 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 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 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 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 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 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 思想的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 在其开始, 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它的弱点, 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 没有工人农民参加, 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 就不但是知识分子, 而且由广大的五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 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的反对封建, 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 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 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 立下了伟大的功劳, 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 他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 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 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 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1921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又准备了武萨运动和北伐战争, 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是五四运动的右翼, 到了第二个时期, 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 站在反动方面了,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99到700页,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 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 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五四以前, 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 在五四以前, 学校与科举之争, 新学与旧学之争, 新学与中学之争, 都带着这种性质, 那时的所谓学校, 新学, 新学, 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 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 在当时, 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 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 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 可是,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事件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 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 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 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 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 所谓新学, 就掩齐西谷, 宣告退却, 失了灵魂, 而只剩下它的屈窍了, 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 在帝国主义时代, 已经腐化, 已经无力了, 它的失败是必然的, 五四以后则不然, 在五四以后, 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胜利军,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 及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五四运动是在1919年,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劳动运动的真正开始, 是在1921年, 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失业革命之后, 即在民族问题和殖民地革命运动在世界上改变了过去, 面貌之失, 在这里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联系, 是非常之显然的, 由于中国政治胜利军及中国武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 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 这个文化胜利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 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 摆开了自己的阵势, 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应有的进攻, 这支生命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 不论在哲学方面, 在经济学方面, 在政治学方面, 在军事学方面, 在历史学方面, 在文学方面, 在艺术方面, 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二十年来, 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 从思想到形式, 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 其声势之浩大, 威力之猛烈, 简直是所向无敌的, 其动员之广大, 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 而鲁迅, 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棋手,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 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 他没有丝毫的奴言和魅骨, 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 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 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 最勇敢, 最坚决, 最忠实, 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鲁迅的方向, 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五四以前, 中国的新文化, 是就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后, 中国的新文化, 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 属于世界五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在五四以前,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中国的文化革命, 是资产阶级领导的, 他们还要领导作用, 在五四以后, 这个阶级的文化思想, 却比较它的政治上的东西还要落后, 就绝无领导作用, 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 至于盟长资格, 就不得不落在五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 这是铁一般的史诗, 谁也否认不了的,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96到698页, 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这时, 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当作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 登上政治的舞台, 还是当作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参加了革命, 例如辛亥革命师的无产阶级, 就是这样的阶级, 在五四运动以后, 虽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继续参加了革命, 但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指导者, 已经不是属于中国资产阶级, 而是属于中国无产阶级了, 这时, 中国无产阶级, 由于自己的长成和俄国革命的影响, 已经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了, 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理, 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而土地革命的施行, 则是中国共产党单独进行的。 毛泽东, 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72到673页, 五四运动时期, 一般新人物反对文言文, 提倡白话文, 反对旧教条, 提倡科学和民主, 这些都是很对的。 在那时, 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 前进的, 革命的。 那时的统治阶级, 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 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 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 总之, 那时统治阶级, 及其帮贤者们的文章和教育, 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 都是八股式的, 教条式的, 这就是老八股, 老教条, 揭穿这种老八股, 老教条的丑菜给人民看, 靠着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 老教条, 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 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 这个反对老八股, 老教条的斗争, 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 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杨八股, 杨教条, 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 则发展这种杨八股, 杨教条, 成为主观主义, 东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 这些就都是新八股, 新教条, 这种新八股, 新教条, 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 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 这样看来, 五四十七的生动活泼的, 前进的革命的, 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 老教条的运动, 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 产生了新八股, 新教条, 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 而是死硬的东西了, 不是前进的东西, 而是后退的东西了, 不是革命的东西, 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 这就是说, 杨八股或党八股, 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 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 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他们使用的方法, 一般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 即形式主义的方法, 他们反对救八股, 旧教条, 主张科学和民主, 是很对的, 但是他们对于现状, 对于历史, 对于外国事务, 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 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 一切皆坏, 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 一切皆好, 这种形式主义的看问题的方法, 就影响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五四运动的发展, 分成了两个潮流, 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 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 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 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 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 其中, 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 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 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 这就是主观主义, 宗派主义和党八股, 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 这样看来, 党八股这种东西, 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 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 继续或发展, 并不是偶然的东西, 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须的, 那么, 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 也是革命的和必须的, 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 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 束缚下面获得解放, 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 这个工作, 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 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 还需费很大的气力, 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 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立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 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 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如果不除去, 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 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 以及杨八股和杨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 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 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扩清的目的,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831到833页, 被超人积故习蓄, 世界与对摩独天走 Isso就不能够了, 被决定被灾板, 被决定被决定了, 被决定被决定被决定, 感谢观看